Hello 大家好 我是焦图链小姐 Jennifer 想必大家都知道说 Jennifer其实比较喜欢介绍一些 比如说艺术或是潮流结合的NFT项目 因为 Jennifer认为说到头来这些项目 它还是会有一些好看或是福利来提供给大家 那今天我就想要来带大家看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还蛮有趣 那我自己会关注一下的项目 那就是大家在画面上所看到的 Live Chaos 鳄鱼的这个品牌 那我相信这个品牌应该是大家都有看过的 一个法国的服饰品牌 那他们也即将要推出NFT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他的推特上面 他们也就是开了一个推特 那他们推特上面现在目前已经是106万人追踪了 那我觉得这点应该是还蛮不奇怪的 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众所皆知的品牌 那但是他们在这个推特上面 他们也已经宣布是说 他们要进入这个web3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最近这也是一个潮流 就越来越多潮流品牌或是search品牌 就纷纷的加入web3的行列 那鳄鱼他们自己的logo 也从原本的原本一些比较就是这种基本的这种logo 然后也改成就是现在在那个推特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样子 看起来是比较科技一点的这种 会发亮的这种潮流的感觉 那Joliver自己是还蛮喜欢的觉得还蛮酷的 好那这一次啊 这个就是二与他们的这个NFT项目啊 他的名字就叫做underwater 那他们简称是undw3 那在推特上面呢他们是有提到是说啊 为什么他们要来加入这个web3哦 那还有提到是说为什么他们要发行这个NFT哦 那他们提到的事情就是啊 原因是他们认为是说啊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错过的事情哦 那他们也认为说啊 踏入这个web3的这件事一定是对的选择哦 那目前呢 他们已经有给一些人OG的身份了 那这个OG呢是可以获得白名单的哦 但是如果说我们都没有拿到的话啊 也没有关系哦 因为其实还有其他机会还有其他方法 是可以拿到这个白名单的 所以呢请大家呢 今天影片务必要看到最后哦 因为Jennifer会来跟大家讲讲看说 现在有什么机会是可以拿到这个白名单的哦 好那在这个推特上面呢 他们有提到是说这一次的这个NFT啊 会即将发行1.1.2.1.2个NFT哦 那这个呢就是要纪念他们的第一件的这个Polo3哦 所以会取就是以这个数量为一个就是有意义的这个这个这个数字哦 那没有错哦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萊克斯他们其实就是以Polo3文明的一个品牌哦 那他们是在193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哦 那他们是一家销售 比如说高级服饰啦香水啦皮革制品的品牌哦 总之呢 鳄鱼品牌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然后是一个相当有历史的品牌哦 我相信这件事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 那萊克斯呢 他们这次有讲的是说啊 他们这次的NFT发行之后啊 他们其实就是想要把大家就带入他们的社群里面啦 那拥有这个NFT的话呢 你就可以加入他们所谓的这个Family 就是鳄鱼家族哦 那他们也有提到是说啊 他们会采纳就是社群的意见哦 所以呢拥有NFT之后啊 你可能就可以去发言啦 去发声啦 可能为这个品牌去做一些就是可以去建言的部分哦 那他们呢也会去举办一些就是for NFT的一些限定的活动啦 或者是说 如果说未来有一些其他的合作的话呢 也会提供给NFT的持有者哦 那这当然呢 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礼物啦 或者是限定商品啦等等等等之类的哦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就是呃 他们呢 的这个命的价格呢 会是落在0.08以太哦 其实呢 0.08以太的话呢 并不是算太贵啦 那如果我们再把它想成是说啊 他未来会送衣服或是礼物的话啊 基本上是还蛮不错的哦 因为Likos的衣服一件其实不便宜哦 最便宜的 就是比如说像最基本的这个Polo 3来讲的话 他可能也是落在大概两三千元台币左右哦 所以呢 如果说未来其实是有可能会送衣服或是送礼物的话 然后还可以买一个有可能蛮有趣的未来 这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价格哦 好 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是说啊 就是Premium它关闭的时间呢 会是落在这个6月13号的UTC时间的晚上9点半哦 那请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哦 那这个Premium的话呢 是可以来获得这个白名单的 那这个你就必须要去按照它的方式哦 你必须要0.1态在你的这个Wallet里面啊 那你要去Follow就是Likos他们的Twitter啊 然后还要加入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Discord哦 所以呢 如果说有想要获得白名单的朋友的话呢 就可以赶紧来参加哦 那也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截止的时间哦 那他们MIM的这个日期啊 会落在这个6月15号的这个2点12分的下午的时候 也是UTC时间哦 那他们连MIM的这个价格啊 也是就是纪念他们这个第一件PO3的时间哦 是相当纪念性的哦 那Jonifer呢 也会把这个Premium跟Discord的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叙述栏位哦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点击加入哦 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官网哦 他们现在这个官网啊 是目前是已经在倒数了呀 就倒数大概是两天多的时间 他们就要命了嘛 那在这个官网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NFT的模样哦 那这个NFT呢 看起来就是一只 好像潜伏在水里面的一只鳄鱼哦 那这个NFT的话呢 Jonifer认为他可能会比较像是一个 就是服饰品牌 他们想要发行通行证啊 或者是会员证 然后虚拟商品这一种哦 所以呢 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来看看哦 特别是如果说你对Likers的Polo三世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更值得来关注一下哦 好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NFT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哦 请大家还是要谨慎评估自己对于风险的承担能力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拜拜